中午有一对单身男女来相亲 女方上来就表态 我婚后不想生孩子 男方立马同意 问女方财力可不可以不给 女方直接回复不可以 这位男士是92年 身高在175左右做建筑工程的 姑娘是91年 偏胖一点企业会计 两人是互相看过资料觉得都挺满意 所以约在今天中午12点在办公室里见个面 这中午11点半左右 这个女方就来了 一直等到了12点 姑娘就有些不太愿意 最后男士还是迟到了10分钟 一进来就大声喘气 就说着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迟到了 这姑娘一听 脸一摆色 也没这么好脸色 我一看赶紧招呼两人 去会议室里聊聊天 这个两人进去见面坐下 这个女士就自顾自的 一直喝咖啡 也不怎么打理这个男士 她有一些尴尬 就主动问了这个女士 这个平时喜欢点什么 结果这姑娘就直接说 你问那些没什么意义 咱那聊点正经的 你这边工作具体做什么 年薪多少 车房有多少贷款 男士听完心里 也是有点不太愿意 觉得女方太势利了 但是也介绍了一下自己 是做建筑工程的 经常包伙干 一年在二三十万左右 这个车是福特 房子比较偏一点 面积九十多平 不过好在是没有贷款 这姑娘听完就有些不太满意 说我不太能接受你的工作 但你赚钱还可以 这个房子太偏了 好在没有贷款 我们可以考虑认识一下 然后精彩的部分就来了 这姑娘就开始摊牌 说自己婚后不生孩子 觉得自己的人生本来就很累 没有精力去抚养孩子 男士听完就问 那你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 这姑娘就说 想找一个精神伴侣 过二人世界 男士听完就问 你不生孩子 那财礼可不可以不给 姑娘一听 不可以 如果生孩子才给财礼 那我不是工具吗 何况我还要照顾家庭 收拾家务 这男士说 我请人做家务 可不可以不要财礼 姑娘说 不可以 因为两人生活在一起 是要付出情绪价值的 那对方生气 我也不能白受气 男士接着就问 那好 我这边可以下血书保证 对你百依百顺 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可不可以不要财礼 姑娘回答 不可以 你是在做梦的 女人跟你结了婚 还要承担被抛弃 被出轨的风险 这男士就说 那好 如果我跟你签对赌协议 保证忠诚 可不可以不要财礼 姑娘就说 不可以 我婚后还要帮忙 照顾男方父母 我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过来了 男士一听 就说 那我把四位老人送进养老院 全都住VIP客房 可以不要财礼了 最后这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 拎包就走 转头就跟着男士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算计 娶老婆还不想给财礼 格局太小了吧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这男士听到也不愿意 你都三十多了 又想让别人照顾你 养你 还不想给别人留个后 财礼不松口 还要男人什么都要顺着你 你嫁神仙去吧 就这样呢 两人见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来我面前 是数落对方的各种不适 我跟王八们就夹在中间 一时也说不上来话 你不想生可以 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要放弃吧 姑娘 你看看你的走友要求 都是利己的 男人要有能力 赚钱要养你 财力要给你 你图的倒是挺多 但人家图你啥呢 他图你感情图不到 他图你脾气好吧 你比驴脾气还大 还不如找个驴呢 图你给生个孩子吧 你直接给人家断后了 对别人态度还不咋地 就你这样我都看不惯 这姑娘听完呢 没说啥好话呀 转身就走 哎呀 给这种人交对象呢 都是一次用买卖啊 下回啊 门都没有